你看看,這麼多的妹子都在玩 現在玩是最有機會可以跟妹子喇咧的時候喔 過了就沒有機會喔 你看到人生氣了 好啦,蹭一下就好了啦 你看看,這就是貓咪不讓人生氣的主要原因嘛 哈囉,我是SK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最近各大平台上了一款超強的吸貓遊戲 浪貓,浪有氧,貓咪的人哪都開始上傳 啊,我的仆人怎麼跑去照顧另外一個組子 裡面的貓是有多好,蛤? 也因為貓咪的上市這幾天 大大小小的頻道,都來播這款遊戲 你看看,這麼多的妹子都在玩 現在玩是最有機會可以跟妹子喇咧的時候喔 過了就沒有機會喔 不過遊戲時數片段 我是大概玩了五六小時才結束 獎盃裡面還有一些成就 是你要速通兩小時就打爆喔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這隻浪貓為什麼就引起了Steam用戶最高上限六萬 雖然不多啦 但堆一個小眾遊戲 還有第一次製作的團隊來說 真的是一個超棒的開局 那麼如果你是新來的朋友 我這邊都會做一些 遊戲新聞、八卦消息、遊戲介紹 這些你都覺得不錯的話 再麻煩幫我點點讚 這樣對影片有很大的幫助喔 首先 浪貓是由Bluetail Studio開發 Andepernet Interactive 發行的潛行劍去解謎的遊戲 只是跟其他潛行類不一樣的就是 浪貓是12歲就可以玩的遊戲 所以不能按上 呵呵還蠻正常的 團隊比較好笑的是 那時候開發浪貓之前 是完全不知道要做什麼主題喔 後來因為工作室 每個人都有一隻貓 才從2015年開始開發貓這個主題 重點是 他們就拿自己的貓 當作是靈感喔 再加上架空的理念 作為開發的基礎 像是這隻的主角 就是他 Mutta 看看那肥肥的身體 太陽灑在他身上 直接爽到睡著 喔 這到底是誰 忍得住不去蹭兩下 不過Mutta先前真的是一隻流浪貓喔 他們在車子底下找到他 只是傲嬌程度比較高了一點 高到大家都氣稱Mutta是執行長 要不然就是老大 這隻貓裡的心裡一定在想說 啊你們在設計遊戲 那主角一定要是我 但也因為老大是工作室的主要靈感 才讓流浪當作是主題 流浪貓在每個人的家附近 或是你騎車或開車的路上 多多少少還是會遇到一些流浪狗或是遊浪貓 但是在我們的眼裡他們可能就是 有事沒事發個春 要不然就是四處亂跑 騎車的時候還有可能會突然衝出來 只不過平常這些流浪貓都在做什麼 我覺得是大家好奇的一個重點才對 我們在遊戲裡面是扮演一隻橘貓 開場會看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小夥伴 在一個類似下水道的坑洞裡面躲雨 每天打鬧玩樂 還會互相幫對方舔貓 不過這個舔貓就我知道了 是貓咪的清潔 想要貓咪變成人的各位 真的不要想的太歪 大雨過的話 我們還會看到貓咪睡醒的樣子 噢這個開頭很會 這愛貓或是不愛貓的人 任誰看到都會受不了 不過不管是哪種生物 都會遇到肚子餓的問題 所以在雨過天前 他們就出去外面爬爬燥 直到後來我們碰到一個 很明顯是劇情殺的地方 水管因為年久失修 搖搖欲墜 前面三個都跳過去了 我這個被設計成主角的貓皇帝 奴才們一定是把我設計的 有榮運一般 Jump 下去了 怎麼會有這種水管斷裂的事情 GUD 上面的救火啊 現在看殺小 所以我們就這樣跳到一個 不知名的世界 這個世界跟原本的世界 完全不一樣 生活的都是一些機器人 看到我們就按警報 還以為我們是害蟲來著 但這整個進程也會因為這次的奇蹟 看到城鎮他們害怕的是什麼 或者是防止什麼狀況發生 不過釐清真相之前 我們最會先遇到的困難 就是溝通不良的問題 因為機器人跟貓咪之間 一個喵心人 一個機器人根本就是機頭喵獎啊 甚至等到進程遇到唯一的夥伴 B12整個就海闊天空了 B12 它是一個年久失修的小機器 它自己也是失去的記憶 只是到先前好像想要出去外面 結果不知道因為什麼事情沒有成功 也因為B12的加入 就可以靠它來翻譯機器人說的是啥 不過因為要出去外面 這路途並不是說很近 加上B12的身體有點損壞了 蓄電量就變得很低很低 所以它就會在我們身上 裝類似充電背包的東西 這姿勢一裝上去 我以為是太重 結果大家說是因為 貓咪你在他身上貼膠帶 或是穿衣服 就會有這個動作 我才知道 哦 原來是不習慣的表現 所以後續的整個進程 都是跟他在城鎮裡面 找到逃出去的契機 故事也就此展開 那在這裡 你會看到很多各式各樣的人 有些是音樂家 有些是油漆工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人就好了 只是變成吃電池 喝雞油的機器人 你也會因為幫助這些人 拿到一些不一樣的道具 像是你可以在城鎮裡面看到販賣機 碰觸之後就會掉入電池 就可以拿給店家換一些任務的道具 有一點像是強硬大家一定要探索乾淨 要不然你可能會遇到卡關的問題發生 不過真的不難 因為正當你沒有方向的時候 除了我們可以按下 叫B12再給我們一次提示以外 絕大多數都是我們跟這些機器人聊聊天 他們就會提到這個城鎮 有哪一些情報 像是如果你在城鎮裡面拿到樂譜了 也可以拿給彈吉他的音樂家彈給你聽 旁邊還有一個睡覺的地方 根本就是超爽的事情 要跟大家互動 對話的最後一項也可以選道具 問問他們這個道具是哪裡來的 或是我要去找誰才會有下一步 在城鎮裡面也會時不時出現 可以跳躍或是互動的暗點 像是你要擊敗一點 可以這樣子 還可以這樣子 你看到人家生氣了 好啦,蹭一下就好了啦 你看看 這就是貓咪不讓人生氣的主要原因嘛 特別你還可以做一些貓咪日常會做的事情 像是你按圈可以狂叫 這監視器也會對著你點頭 你看到哪一個可以抓地毯不爽的話 你也可以毛起來抓爆 甚至有些現場真的要靠抓才會跑出來 畢竟真的要讓貓去做一些複雜的操作 感覺是不太可能 也因為我們個子小跑得又快 大家都會對我們寄予厚望 希望可以帶他們一起慢慢逃出去 只是在這個逃出升天的過程 也會遇到一些不太像戰鬥的戰鬥 因為我們出來這個城鎮 大家會這麼害怕 就是因為這個城鎮外面有一個名為 菌克的生物才會覺得可怕 他其實就有點像是老鼠 但是因為這些生物是可以吃鐵的 所以機器人都很害怕遇到他們 把自己所在這個城鎮裡面很久都不出去 只是我們比較勇一點 身為一個老大 衝出去有個風騷走位 根本就是超一擊的啦 哇!這麼療癒的遊戲 我以為製作組不會讓貓貓涼掉 還真的會被咬死喔 絕大多數的戰鬥都是遇到這種 需要用走位才可以閃掉 武器是要到很後期才可以拿到 而且用的時間還沒有很多 那其實我們在閃這些菌克 會明顯注意到 遊戲把溫馨跟恐怖分得很開 到避難所裡面 你會明顯感受到很安全 大家都活得很開心 那等到你出去 團隊把整個氛圍設計得很... 小小夢魘的感覺 像是牆壁上面會有一些 類似惡靈古堡的黏液 好像隨時會有上司跑出來 更網上探索 更是恐怖 我覺得有密集恐懼症的朋友 到這邊肯定是一個 最難熬的部分 那這整個進程 你會明顯感受到這些貓咪 在外面如果遇到一些狀況 他就真的是什麼都不能做 就只能跑 然後只能跳 就沒了 多數靠的就是你要觀察地形 然後哪一邊可以跟B12合作 把這些菌克給關起來 要不然就是躲過攻擊 因為你被咬到的時候 是不能跑也不能跳 是只能按圈然後把它給甩掉 雖然可玩的地方沒有很多 但緊張是一定會有的 不過這整個過程 我覺得不算是很快 直播有一些朋友 跟我說有3D運的問題 我是對3D運無感 所以可以玩的遊戲就很多 有蠻多人建議 可以把動態模糊關低一點 這樣應該會改善蠻多的 不過在整個過程裡面 雖然享受 唯一我覺得超級超級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明明是一個可愛又療癒的遊戲 每一個拍照功能 這讓人怎麼活得下去 有時候貓貓蹭完 看到機器人很爽的時候 想要轉個視角拍一張 把貓跟人互動的美景拍下來 我覺得是一個蠻不錯的點 製作團隊沒有設計 真的是一件超級可惜的事情 OK 這次的影片就到我們結束了 整體玩下來 我覺得就是一個小品遊戲 最好玩就是我們真的是變成一個真的貓 當然能夠讓你在遊戲裡面變成貓咪 嘗試看看貓咪怎麼樣擊敗 擊敗的時候會不會被打 還是平時這些流浪貓 在做什麼事情 都可以在這次的浪貓裡面體驗到 而且很多你對貓不熟悉的狀況 都會在浪貓裡面知道 像是我這次才知道 貓咪是一個很能冷痛的生物 等到你發現貓有問題的時候 幾乎是已經到很嚴重的狀況 特別是遊戲的開查 你就會看到貓貓從很高的地方摔下來 你看到牠腳受到很嚴重的傷 結果舔一舔就沒什麼事情了 並不是說牠真的就沒事 是因為牠冷痛的指數比我們高很多 所以養貓真的是一門很大的選問 要很注意牠的一舉一動 找不到的時候就要看看 是不是躲在哪裡偷哭 不想給我們發現 真的要很小心 而且也很明顯體會到製作組 在這款遊戲裡面愛貓的表現 例如在這些斷崖峭壁 其實應該會有更多不小心滑倒的問題 只是製作組做了很多隱形牆 防止手殘擋 不小心把貓給摔死 這樣真的就太可憐了 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對浪貓這款遊戲 你最喜歡是哪個部分 還是說你自己有沒有養貓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感謝你把影片看完了 我是Guy 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先不會說 我們來這一個 我們來這裡